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 爱的调味料 甜蜜加分 在我们探讨爱的调味料 甜蜜加分这一主题时 不妨先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想象一下 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年轻人 他在追求心仪的女孩小红时 决定用烹饪来打动他的心 他在网上查找了无数食谱 最终选择了一道看似简单 却极具挑战性的菜 红烧肉 小明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 结果却把厨房弄得一团糟 油烟四起 锅里的肉也烧得有些焦 尽管如此 他依然满怀期待地把这道杰作端上了餐桌 小红尝了一口 微微皱眉 但为了不伤害小明的自尊心 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嗯 味道很 独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爱就像调味料 虽然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 但它的确能为生活增添许多色彩 爱不仅仅是浪漫的约会和甜蜜的言语 更是我们在生活中为彼此付出的点滴努力 在心理学上 爱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它包含了亲密 激情和沉默三大要素 就像烹饪中的调味料 适量的盐 糖 酱油能够让一道菜的味道更加丰富 而在爱情中 沟通 理解和包容则是让关系更加甜蜜的调味料 当然 爱情的调味料也需要适量 过多的调味料可能会让菜肴变得难以瞎咽 过多的爱意则可能让人感到窒息 因此 掌握好爱的分寸 才能让这份情感更加美味可口 最后 想提醒大家的是 爱情的调味料并不一定要昂贵或复杂 就像小明的红烧肉 虽然味道不尽如人意 但它用心的付出和努力的尝试 才是最珍贵的部分 爱情的真谛在于彼此的陪伴和理解 而不是完美的表现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记得在生活中多加一些爱的调味料 让你的生活更加甜蜜 也让你的爱情更加美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哎 你知道吗 你的笑声像糖果 甜得让我心跳 哈哈 这句话真是充满了甜蜜的诗意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句话的背后意义 并且加点幽默的调味料 首先 这句话的核心在于笑声和糖果的比喻 笑声 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 能够传递快乐 友善和亲密感 而糖果 则是我们生活中一种普遍的甜蜜象征 常常与童年快乐的回忆相连 当我们把笑声比作糖果时 这不仅是在赞美对方的笑声 还是在说你的笑声让足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甜美 有趣的是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 他专门研究笑声的影响 他发现 当人们听到愉快的笑声时 脑中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让人感到快乐和满足 于是 他决定开设一个笑声治疗的课程 让人们通过笑声来改善心情 课程的第一堂课 他要求每个人都带来一种笑声糖果 结果 大家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笑声 有的像是小孩的哥哥笑 有的像是老人的哈哈大笑 甚至还有一位参加者模仿了狗的笑声 我想 这是他家狗狗的影响吧 整个课堂充满了笑声 最后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 甚至有几位参加者因为笑得太厉害而掉下了椅子 所以 当你听到你的笑声像糖果 甜得让我心跳这句话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不仅仅是一句赞美 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情感的追求 就像糖果一样 笑声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甜蜜的慰藉 最后 记得笑声是最好的良药 无论生活多么忙碌 别忘了给自己和他人一点笑声糖果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我以后天天给你讲笑话 让你笑得更甜 哈哈 这句话真是充满了幽默感和温暖的情感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句话的背后意义 并且加点幽默的调味料 首先 这句话的核心在于笑话和笑得更甜 笑话不仅仅是娱乐 它们还有助于增进人际关系 减轻压力 甚至提升免疫系统 根据心理学研究 笑声能释放内非态 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 想象一下 如果每天都有一个人给你讲笑话 你的生活会变得多么有趣 这就像是每天都有一杯新鲜的咖啡 让你精神焕发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幽默之处 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人真的每天都给你讲笑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情况 比如说 某一天他讲了一个笑话 你笑得前仰后合 结果不小心把咖啡喷到了电脑上 然后你就得面对一台咖啡味的电脑 这可真是科技与幽默的完美结合呀 再者 这句话也暗示了对方的用心良苦 每天讲笑话 这不仅是为了让你开心 也是他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 这就像是古代的文人雅士 常常用诗词来表达情感 现代人则用笑话来拉近距离 这种幽默的交流方式 让人感受到一种轻松自在的氛围 让生活不再单调 最后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位讲笑话的人可能会成为一个专业笑话讲述者 每天都在准备新的笑话 甚至可能会开设一个笑话学院 让更多的人来学习如何讲笑话 想象一下 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习如何用幽默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这可真是个有趣的画面 总之 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轻松的承诺 它还运含住深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智慧 笑话的力量不容小觑 它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甜美 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轻松的乐趣 希望你也能在生活中找到这样的笑话讲述者 让每一天都充满笑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就是我的小糖果 永远让我想要 哈哈 这句话你就是我的小糖果 永远让我想要 听起来就像是从一部浪漫喜剧中脱颖而出的台词 对吧 不过 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这句话的背后意义 并且加点幽默 首先 糖果在我们的文化中象征着甜蜜和愉悦 想想看 当你看到一颗色彩缤纷的糖果时 心中是不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要伸手去拿 这就像是爱情的魔力 总是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这句话的发言者 无疑是在表达对对方的强烈吸引力 甚至可以说是糖果依赖症的患者 接下来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句话是由一位古代诗人所写 那么 他可能会用更文雅的方式来表达 比如均入蜜糖 令我心醉 但在现代 这种直接而俏皮的表达方式 却更能引起共鸣 因为谁不喜欢糖果呢 再者 这句话也可以引申出一个有趣的观点 在爱情中 我们常常会把对方理想化 像糖果一样美好 却也可能忽略了糖果的另一面 过量摄取 会让人蛀牙 这就像是爱情中的一些小问题 若不加以注意 可能会让甜蜜的关系 变得有些苦涩 最后 让我们来个小小的幽默结尾 如果你真的把你的爱人比作糖果 那么在情人节的时候 记得不要送他们太多的糖果 否则他们可能会开始 怀疑你是不是在暗示他们需要减肥 所以 爱情就像糖果 适量享用 才能让甜蜜持久 总之 这句话不仅仅是对爱情的赞美 更是一种对生活中甜蜜瞬间的珍惜 希望你在生活中 也能找到属于你的小糖果 并且记得适度享用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 那你就是我的小蜜蜂 采蜜不离 B 那你就是我的小蜜蜂 采蜜不离 这句话听起来既甜蜜又有趣 仿佛在描绘一段温馨的爱情故事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 来深入探讨这句话的含义 首先 蜜蜂在自然界中是勤劳的象征 它们在花丛中飞舞 采集花蜜 最终酿成美味的蜂蜜 而在这句话中 小蜜蜂不仅仅是指 一个人勤奋努力的形象 更是暗示了 在一段关系中 双方的相互依赖与支持 就像蜜蜂和花朵之间的关系 彼此成就 缺一不可 接下来 我们可以从幽默的角度 来看待这句话 想象一下 如果你真的把你的伴侣 成为小蜜蜂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场景 比如 当你们一起去超市购物时 你可以调侃说 快点 我的小蜜蜂 别忘了采蜜 而当他在挑选水果时 你可以假装担心地说 小蜜蜂 别被花蜜吸引走了 记得回来 这样的互动 不仅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也让彼此的关系更加亲密 此外 这句话也可以引申到 现代社会中 对财蜜的理解 如今 很多人都在忙于工作和生活 像蜜蜂一样四处奔波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 理解为一种对生活的调侃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我们都在财蜜 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而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分享甜蜜的人 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 蜜蜂的社会性也值得一提 蜜蜂是群居动物 它们在蜂巢中 共同生活 合作 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将这句话放在爱情的背景下 可以引申出一种 对伴侣之间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的期待 就像蜜蜂在采蜜的过程中 彼此之间的默契与配合 才能酿出最美味的蜂蜜 总之 你就是我的小蜜蜂 采蜜不离 不仅是一句甜蜜的情话 更是对爱情 生活和合作的一种深刻理解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都能找到自己的小蜜蜂 一起采蜜 共同享受生活的甜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小动作 大惊喜 在第二章 小动作 大惊喜中 我们可以看到 生活中那些微小的举动 如何能够引发 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像是那句老话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但我更喜欢把它改成 千里之行 始于一个小小的微笑 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教授 他在课堂上 总是喜欢用一些小动作 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有一天 他决定在讲解量子物理时 突然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小玩具火箭 开始模拟火箭发射的过程 学生们一开始都在窃笑 但随着教授的热情和幽默 课堂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大家开始认真思考 量子力学的复杂性 这个小小的动作 不仅让学生们 对课程产生了兴趣 还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后来 许多学生在期末报告中 都踢到了这个火箭发射的瞬间 甚至有学生用火箭模型 来解释量子叠加态的概念 可见 小动作的影响力是多么巨大 再说说生活中的小惊喜 有一次 我在咖啡店里排队 前面的一位女士突然转身 微笑着对我说 你今天的领带真好看 我一时愣住 心想 这位女士真有眼光 结果 我的心情瞬间变得愉悦 甚至在接下来的会议中 表现得更加自信 原来 一个简单的赞美 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天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小看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 无论是课堂上的一个小玩具 还是生活中的一句赞美 它们都可能成为 引发大惊喜的催化剂 就像我常说的 生活就像一杯咖啡 偶尔加点糖 惊喜就会随之而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为我准备早餐的样子 真是太迷人了 当然可以 这句话 你为我准备早餐的样子 真是太迷人了 不仅仅是 对一个简单行为的赞美 它实际上 蕴含了许多文化和心理学的层面 首先 从文化角度来看 早餐在许多文化中 被视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它不仅是身体的燃料 更是情感的纽带 在许多家庭中 早餐是一个人们 聚集在一起的时刻 分享生活的点滴 因此 当我们说你为我准备早餐的样子 真是太迷人了 这不仅是在赞美对方的厨艺 更是在赞美那种温暖的家庭氛围和亲密的关系 再者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也反映了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连接 准备早餐的行为 往往意味着关心和爱意 研究表明 细微的日常行为 比如为爱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 可以增强彼此的情感纽带 想象一下 当你看到对方在厨房盲目的样子 这个人简直是个早餐艺术家 当然 幽默的部分来了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厨房里 看到对方为你准备早餐 结果却是一场厨房灾难 面粉飞扬 煎蛋像飞碟一样 在锅里翻滚 咖啡撒了一地 此时 你可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心里却想着 这场面真是迷人的 让我想起了厨房大作战 这时 你可以用这句话来调侃 你为我准备早餐的样子 真是太迷人了 简直可以申请最佳特效奖 总之 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早餐的赞美 更是对生活中 那些温暖瞬间的珍视 无论是完美的早餐 还是搞笑的厨房事故 都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住 生活的乐趣 往往就在于这些小细节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做早餐 让你每天都惊喜 哈哈 听到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做早餐 让你每天都惊喜这句话 我不禁想起了古代的早饭文化 在古代 早餐可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简单一餐 而是一个家庭和谐 情感交流的重要时刻 想象一下 古代的文人默刻 清晨起来 阳光透过窗户撒在书桌上 桌上摆着一碗热腾腾的粥 和几片刚出炉的饼 此时 若是有个爱人端来一份精心准备的早餐 简直可以让人心花怒放 事情花意立刻涌现 于是 便有了晨起十周 心中自有千古情的说法 而现代人说每天给你做早餐 其实也是在传达一种关心和爱意 早餐不仅是一天的开始 更是情感的纽带 想想看 早上醒来 看到爱人为你准备的早餐 心里那种暖意 简直比任何咖啡都来得提神 当然 做早餐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天都要做早餐 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比如 有一天你兴致勃勃地准备了煎蛋 结果蛋壳掉进了锅里 或者你想做个法式吐司 结果把面包烤成了黑暗料理 这时候 惊喜可能就变成了惊吓 但这也正是生活的乐趣所在 所以 虽然天天给你做早餐 听起来很美好 但其中的挑战和乐趣 也不容小觑 就像古人所说的食色性也 早餐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为了滋养心灵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早餐的过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与快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就是我的小厨神 味道总是让我陶醉 哈哈 听到这句你就是我的小厨神 味道总是让我陶醉 我不禁想起了古代的美食文化 和现代的烹饪艺术之间的有趣联系 首先 提到小厨神 我们可以联想到古代的厨师们 他们可不是随便的人物 在中国古代 厨师的地位可谓是高不可攀 尤其是在皇宫中 能为皇帝做饭的厨师 简直是神级存在 传说中 唐朝的厨师李世珍不仅会做菜 还能通过食材的搭配来调理身体 简直是古代的营养师 所以 若是有人称你为小厨神 那可真是对你厨艺的极高赞誉 甚至可以说是神仙级别的夸奖 再说到味道总是让我陶醉 这让我想起了古代诗人们 对美食的赞美 比如 苏东坡就曾写过东坡肘子 他不仅仅是在描述一道菜 更是在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美味的追求 想象一下 苏东坡在厨房里忙碌 手里拿着一块肘子 嘴里念叨着这肘子 真是让我陶醉 那画面简直美妙 当然 现代的小厨神们也不甘示弱 如今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 分享自己的烹饪作品 甚至有些人因为一盘菜 而走红网络 成为网红厨师 这让我想起了古代的诗神们 他们的名声 也常常是通过口耳相传 而流传千古 所以 当你听到你就是我的小厨神 味道总是让我陶醉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不仅是在厨房里 会舞锅产的现代人 更是承载着千年美式文化的传承者 无论是古代的名厨 还是现代的网红 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对美式的热爱 和对生活的追求 最后 记得在厨房里多加点幽默 毕竟 做菜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为了让生活充满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 那你就是我的小时刻 永远赞美我的手艺 哈哈 这句话真是充满了 生活的智慧和幽默感 它不仅仅是对美式的赞美 更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微妙表达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的背后意义 首先 当我们提到小时刻 这不仅仅是指 一个人对食物的喜爱 更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想象一下 当你在厨房里忙碌 为某个特别的人 准备一顿美食时 那种期待和兴奋的心情 这就像是厨师和食客之间的默契 食客的赞美 不仅是对食物的肯定 更是对厨师心血的回报 再者 这句话也反映了 人类对于食物的情感依赖 食物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 它还承载着文化 记忆和情感 想想看 当你品尝到妈妈做的那道菜时 是否会瞬间回到童年 感受到家的温暖 所以 当我们说永远赞美我的手艺 其实是在呼唤那份情感的共鸣 而且 这句话还有一点幽默的成分在里面 想象一下 如果你真的有一位小食客 天天在你耳边赞美你的手艺 这会不会让你感到有些压力 毕竟 厨艺的高峰是无止境的 总有一天 你可能会被要求 做出一个米其林星级的料理 这时候 你可能会想 我只是想做个简单的意大利面 魏式魔要我变成哥登 拉姆齐 最后 这句话也提醒我们 赞美是一种力量 无论是在厨房 还是在生活中 给予他人赞美和肯定 能够激励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就像一位厨师 在听到食客的赞美时 心中会燃起创作的火焰 继续探索新的味道和技术 所以 无论你是厨师还是食客 记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要珍惜那份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毕竟 生活就像一顿丰盛的晚餐 最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 而是与谁共享这顿餐 希望你能成为那位永远赞美的食客 让每一顿饭都充满爱与欢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夜晚的秘密 心灵交融 在第三章 夜晚的秘密 心灵交融中 我们可以看到 夜晚不仅是一个时间段 更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情感的舞台 夜晚的黑暗像是一块巨大的幕布 遮掩了白天的喧嚣与繁忙 让人们的心灵得以在这片宁静中交融 首先 夜晚的秘密 往往与人们的内心世界息息相关 想象一下 夜深人静时 窗外的星星像是无数个小耳朵 倾听着我们心底的声音 许多人在夜晚会选择写日记 倾诉自己的烦恼与梦想 就像我曾经有一位学生 晚上总是写信给未来的自己 结果有一天他发现 信件的内容 竟然比他白天的生活还要精彩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谚语 夜晚是灵魂的舞台 白天只是个开场白 再者 夜晚也是人际关系交融的时刻 无论是朋友间的深夜长谈 还是情侣间的浪漫约会 夜晚总能让人们敞开心扉 分享那些白天不敢说的话 记得有一次 我和几位同事 在一个星空下的录音地围着篝火 聊起了各自的梦想与恐惧 那一夜 我们的心灵仿佛在星空下 交织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直到最后 大家都笑着说 这比任何一场学术会议都要有意义 当然 夜晚的秘密也有它的幽默一面 比如 有些人会在夜晚做出一些奇怪的决定 就像我有个朋友 深夜十分突然决定要学吉他 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 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吉他 连个音符都不会弹 于是他开始自嘲 看来我适合的乐器是沉默 总之 夜晚是一个充满秘密与交融的时刻 它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在孤独中感受到彼此的温暖 无论是心灵的倾诉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夜晚都在悄悄地编织着 我们生活中的美好故事 希望大家在下次的夜晚 能好好利用这段时间 去探索自己的内心 或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秘密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哎 你知道吗 你的低语是我最爱的催眠曲 当然可以 这句话你的低语 是我最爱的催眠曲 听起来既浪漫又有趣 仿佛在诉说着一种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分析这句话 顺便加点幽默 首先 低语本身就带有一种亲密感 想象一下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伴侣轻声细语 仿佛在分享宇宙的秘密 低语的声音通常较低 语速缓慢 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 确实可以像催眠曲一样 让人沉醉其中 就像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声音是灵魂的音乐 当然 如果你低语的内容是 今晚的晚餐是剩菜 那就另当别论了 其次 催眠曲的概念也很有趣 催眠曲 低语通常是为了帮助人们放松 入睡 甚至进入一种 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低语 真的能催眠对方 那你可能就成了低语大事 不过 记得在催眠之前 先确认对方是否愿意被催眠 不然你可能会被指控为低语骚扰 再者 这句话也可以引申到现代生活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耳边充斥着各种噪音和喧嚣 此时 低语就像是一股清流 让人感到宁静和舒适 就像在咖啡馆里 听到朋友低声讨论生活琐事 仿佛整个世界都禁止了 只剩下那一段温暖的交流 最后 幽默地说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低语大师 可以考虑学习一些低语技巧 比如 如何用不同的语调和节奏来传达情感 记得 低语的艺术在于让人感到亲密 而不是让人觉得 你在耳边嘀咕什么秘密 总之 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低语的赞美 更是对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一种表达 希望你在生活中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催眠曲 无论是低语 音乐 还是一杯温暖的咖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我每天都在你耳边轻声细语 让你入梦 当我们听到 那我每天都在你耳边轻声细语 让你入梦这句话 首先映入脑海的 可能是浪漫的情景 一位情人轻声细语 像是低语的风 将对方带入甜美的梦乡 这句话 不仅仅是表达爱意 更是对于人际关系中 亲密感的深刻描绘 在古代文学中 这种耳边细语的意象屡见不鲜 比如 唐诗中常有诗人用柔和的语言 来描绘爱情的甜蜜 像是李白的诗句 总是能让人感受到 那份罪人的情感 想象一下 李白在月光下 对着心爱的人轻声吟唱 这样的画面 不仅让人心生向往 而在现代 这句话也可以引申为一种 关怀和陪伴 想想看 当你在忙碌的生活中 是否也希望 有一个人 能在你耳边轻声细语 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种情感的支持 无疑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不过 这里也有一点幽默的地方 想象一下 如果这句话 是由一只猫咪说的 那画面就会变得相当搞笑 猫咪在你耳边轻声细语 可能是喵块给我吃的 或者你再不抚摸我 我就要入梦了 这样的情景 让人忍俊不禁 总之 这句话不仅仅是浪漫的表达 更是对于人际关系中 情感交流的深刻反思 无论是爱情 友情还是与宠物之间的互动 轻声细语的陪伴 都是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美好的重要元素 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 也能找到那个 在你耳边轻声细语的人 让你每天都能甜甜入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声音让我觉得特别安心 当然可以 这句话你的声音 让我觉得特别安心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赞美 它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 和社会学意义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 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声音的确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研究表明 声音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 和心理状态 比如 低沉而温暖的声音 往往让人感到放松和安全 而尖锐或高亢的声音 则可能引发紧张和焦虑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立刻就会感到一阵安心 仿佛那声音 是你心灵的避风港 接下来 我们可以聊聊声音与记忆的关系 声音常常与特定的记忆相连 比如 某个亲人的声音 可能会让你想起 童年时的温暖时光 或者某个朋友的笑声 会让你想起无忧无虑的日子 这种声音的连结 就像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条件反射 一听到 就能唤起一系列的情感和回忆 再者 声音也在社交互动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常常通过声音 来判断一个人的情绪和意图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电话中 听到一个朋友的声音 虽然看不见他们的表情 但你依然能感受到 他们的快乐或忧伤 这种声音的共鸣 让我们在社交中 建立了更深的联系 最后 来点幽默的 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个声音 而感到安心 但也可能会因为某个声音 而感到困扰 比如 想象一下你在深夜 听到邻居的狗在叫 心里想着 这声音让我觉得特别安心 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唯一一个世面的人 总之 声音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 它还承载着情感 记忆和社交的纽带 下次当你听到 让你感到安心的声音时 不妨停下来 想一想这背后深刻的意义 或许你会发现 更多有趣的故事和感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 永远陪伴你 哈哈 听到那我就是 你的梦中情人 永远陪伴你这句话 我不禁想起了 古代文人默客们的浪漫情怀 想象一下 如果这句话出现在 唐诗词中 肯定会引发一场 关于梦中情人的诗词大赛 首先 我们可以追溯到 李白的月下独卓 他在月光下独自饮酒 仿佛在与月亮对话 表达了对理想伴侣的渴望 试想 如果李白在那时 也有梦中情人这个概念 他可能会写到 月照我影 君在何方 梦中情人 伴我长长 这不仅是对爱情的向往 更是对孤独的深刻反思 再说到现代 科技的发展 让梦中情人这个概念 变得更加有趣 我们现在有了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 甚至可以通过程序 生成一个梦中情人 想象一下 你的AI伴侣 每天都能为你准备早餐 陪你看电影 甚至在你失落时 给你讲笑话 可惜的是 他永远无法真正理解 你内心深处的情感 毕竟他的陪伴 只是代码的执行 不过 话说回来 梦中情人这个概念 其实也反映了 人类对爱的渴望 和对陪伴的需求 无论是古代的诗词 还是现代的科技 最终都在探讨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真正的连接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那我就是 你的梦中情人 永远陪伴你时 不妨想想 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它不仅仅是甜言蜜语 更是对人类情感的深刻洞察 毕竟 梦中情人虽美好 但现实中的陪伴 才是最珍贵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今天的交流中 我们探讨了关于爱的调味料 生活的小动作 以及夜晚的秘密等主题 揭示了生活中 那些温暖而幽默的瞬间 通过小明的红烧肉故事 我们明白了 爱的调味料需要适量 沟通和理解 是让关系更加甜蜜的关键 而在夜晚的秘密中 我们发现 低语能带来安心 身边的人 是我们情感的寄托 无论是厨房的忙碌 还是夜晚的低语 这些细微的瞬间 都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画卷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小厨神 也可以在爱中 找到自己的小蜜蜂 生活的乐趣 往往藏在这些细节中 正如一句轻松的调侃所说 生活就像一杯咖啡 偶尔加点糖 惊喜就会随之而来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对今天主题的看法呢 请大胆提问或分享 让我们一起在这场情感的盛宴中 找到更多的乐趣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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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